这一回贾宝玉去薛姨妈家做客 她在路上先碰到了两位清客相 清客也叫门客 很多官员贵族家庭都会养一些清客 有的作为幕僚 有的呢纯粹就是帮闲的 还记得第一回我们说过 《红楼梦》喜欢在人的名字里用谐音 那请注意了 这两个人呢一个叫沾光 谐音就是沾光 沾别人光的意思 沾小便宜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叫善聘人 谐音就是善骗人 就是善于欺骗别人 这两个谐音有点嘲讽清客的意思 走着走着 贾宝玉又碰到了几个管理银子库房的人 管事的叫无心灯 谐音 无心等 无那就是没有的那个无 等呢是一种秤梁银子的小秤 兴是秤杆上的秤兴 就是表示几斤几两那个小点 现在我们看不到了 过去的那个杆秤上都有那种小点 无心等是讽刺他的秤梁不准确 有作弊贪污的嫌疑 另一个头目叫带梁 谐音 大量 大也读成带 对吧 比如我们说大夫 你就 是不是就是这个字 另外一个人呢叫钱华 谐音是钱花 就是花钱 几个谐音连起来就是 大量花钱 还有可能寻思舞弊 名字里也隐藏着讽刺 好了 我们跟着贾宝玉的脚步呢 继续往下看 他到了薛姨妈家 和薛宝钗聊天 两个人说起贾宝玉那块玉 玉的正面刻着一句话 叫莫失莫忘 先寿横唱 十分凑巧 薛宝钗也有个金字做的项圈 项圈上暂刻着一句话 不离不弃 方陵永迹 宝玉他念了两遍这句话 突然说到 这八个字和自己的 倒真是一对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因为那两句话 恰好可以凑成一副标准的对联 对联呢 讲究的是 擇起平收 就是上联的最后一个字 要求是擇声 下联的最后一个字 要求是平声 汉语有四个声调 在古代呢 是平 赏 去 入 平就是平声 赏 去 入 都是则声 这个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拿我们现在的声调 类比一下吧 你要例如 妈 麻 麻 麻 一声 麻 二声 麻 是平声 三声 麻 四声 麻 是则声 那上联 不离 不弃 方陵 永迹 迹 正好是则声 那下联 莫失莫忘 先寿 横昌 昌呢 又正好是平声 符合对联要求 而且上下联的对账 也是非常工整 你看 不离不弃 对莫失 莫忘 方陵 对先寿 永迹 对横昌 这天衣无缝啊 因此 是完美的一对 根据赖头和尚的说法 薛宝钗必须要嫁给一个有欲的 他有金项圈 贾宝玉有美欲 整好一对啊 这叫金欲良缘 红楼梦这种预言性的写法 早早就给了读者很多暗示 不过这可苦了林黛玉了 他也知道金欲良缘这件事 常常为了这事跟贾宝玉闹别扭 这刚说到林黛玉和贾宝玉闹别扭呢 林黛玉这就来了 大家一起和薛姨妈吃饭 吃饭的时候 突然杀出了一个李默默 一直要管着宝玉 那宝玉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公子哥 为什么要害怕李默默呢 因为李默默是她的奶妈 贾府 像贾府这种大家族 公子小姐都是由奶妈照顾长大的 宝玉她是吃着李默默的奶长大的 李默默的地位很高 宝玉屋子里的那些大小丫鬟 经常被这位李默默教训来教训去 我们前一回也讲过 贾府很讲究长幼有序 年纪大 位分高的仆人 比年轻的主子地位还要高 曹雪芹他们家就有这样的例子 她的祖父叫曹银 曹银的母亲可是不得了 她是康熙皇帝的奶妈 奶妈的地位非比寻常 因此康熙皇帝和曹家关系很亲密 后来曹银果然获得了江宁之灶这样重要的职位 咱们再回到书中 贾连的奶妈赵嬷嬷 请求王熙凤和贾连 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安排工作 贾连也很快就给安排了 可见贾府的奶妈是很有诠释的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